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基于律师的伦理 那个我跟陈建中总解除委任 我想我过去是曾经接受他的委任 所以我想我并不适宜就他后续的这个案件 站在一个局外人或者一个客观的人来做任何的评论 如果这个顾立雄没有解除这个委任的话 今天念那三点政治迫害声明的人应该就是他 对 那这顾立雄呢早早的就解除了委任 在陈水扁8月14号宣布海外却有存款之后呢 他就说没有办法再辩护下去哦 顾立雄今天会不会觉得 哦好在 那个傻蛋 不会不会 如果他今天他帮助陈水扁辩论 我一定告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邱毅我 胡中信的机场官是通常是他打的 他在庭上讲 陈水扁在海外没有账户 我单凭这一点我可以告他那你蒙蔽法院 那那个时候就是非常严重 他也被陈水扁蒙蔽啊 他可以讲 因为陈水扁告诉我他海外没账户 害的我帮你去告张可华 那你说你海外有账户 我当然就要解除委任啊 才对得起张友华 你今天你这样你告得赢他吗 对对对 帮他告不赢他嘛 对不对 我觉得顾立雄念那三个结论不难 他念起来也不会很愤疚 我觉得顾立雄最 心里头最没有办法接受的 就是我想有两个可能之一啦 就是说阿扁没有跟他讲实话 我想律师最讨厌 他的顾客没有讲实话 还有第二个呢 有讲实话 他听了以后说 这我怎么变得下去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想他 律师以前有人讲说 律师都是有钱人的 请他去律师 律师是帮有钱人去辩护 但是如果说一个客户 没有跟他讲实话的话 你说他要怎么说下去 所以我也呼吁就是说 比如说刚刚吕秀莲副总统 他坐在那边 他是美丽岛的受难 政治受难者 你看一看顾立雄 那你回想你过去 你迷你到时代你的表演 那你再来想想看说 你对国务基要费 这种选择性的一个解读 因为他自己也有棋手 那阿平今天不是只有 这个国务教会的问题 今天那个法官有讲 他有讲的 包括李介木戒体 我们就知道龙潭 那刚刚蔡委员提到 那个孤家的问题 孤家的问题 陈水扁两次讲过 一个就是说 孤老不会带他儿子来送我 后来一次就是说 应该是政治献金 算计算的钱 结果是这样 让人家心不甘情不愿高出来的钱 所以这一点我就说 民进党也好 那美丽岛世代的政治受难者也好 其实康新郎说得很清楚 说这是一个民进党的大坏账 他还被虚声 所以今天他说 我们是台湾民主的倒退 台湾民主的羞辱 我是觉得他们都低估了 台湾人民的智慧 其实你要用一个贪污犯 跟欧洲的政治犯 是侮辱台湾民主 我想其实是不是政治献金 是孤老给他的 很清楚嘛 请特征主再去查一查 说孤成云这4亿都钱从哪里来 不是他自己的钱嘛 他调得非常辛苦嘛 请问你 你去借钱来捐献人家 捐献给你是 去地下钱账借来给你 这个只有你才知道 历史又高都一直下流 特征主这个不需要什么调查 因为孤成云都已经讲了嘛 还需要讲 就孤成云一起诬陈锤扁 他会这样觉得啊 没有没有 因为他土地交易明细啊 还有账目明细啊 还有如何进入蔡明哲的账户啊 他都讲得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台北地院发言人 今天讲的 就是针对李建木 还有说土地交易如何如何 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案 不过其实民进党现在的诉求 就是把它锁定在国务基要费 所以你办国务基要费呢 就是跟办马英九的特别费一样 你办特别费办这么久 你也没有收押马英九 那为什么这个办国务基要费要收押陈锤扁 所以有关于这个购地弊案啦 有关于这个什么立旗建设这些 大家都忽略就是都假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那些是很明确的这个因为职务而收费的案子 大家就把它切割到 就是说你跟马英九办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国务基要费也不要忘了 吴淑珍十八百没出币 这叫司法人群 我们非常尊重 我们非常尊重 因为他叫前第一夫人 从第一夫人到前第一夫人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难道这个没有过当吗 他的司法人群有值得执意的地方吗 我的意思是说一体适用 当然你不能只办绿的 要办蓝的嘛 所以说只要有任何人 不分蓝绿 不分他是搞台独还是搞统一 不分阶级 无关是总统还是小老板的这个 还是小公务员 一体适用 所以你不能只看说 他都被政治破坏什么东西 你刚刚看吴淑珍这个case 他们是他在任内吃了多少案 而且这个案子他做总统的时候就发生了 陈瑞仁起诉他的时候 他自己在做总统 排开案的时候也是他自己在做总统 有人叫他们去 他们叫他去内线教育吗 你如果不是太贪 我今天又说一下 黄瑞仁有一间有信用卡的副卡 刷了说 刷了说不知道谁去付钱 说刷的时候额度也不知道多少 因为我说很紧张 神典人说不要紧张 那不紧张好紧张 事实上就是如此嘛 当你在享受一切权利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 你不要硬拗说这是政治黑欲 以前美丽岛事件 被冲撞一个戒严体制 我们要求阻挡 报警解除 党警解除 我们很多人都支持 现在时空环境不一样 这是一个A钱的贪污犯 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 就司法人权的这个顾虑上面 这个陈蕊仁就是当时办这个扁案的 国务基調费的检察官 他最近也发出一个疑虑 就是在一个这个内部的座谈会当中 他说现在检察官办案 会让大家觉得有群组化的担心 所以群组化 为什么你看从陈明文 苏志芬 一路办到贬家 都是办到绿的 蓝的这一块到目前为止没有动 所以会不会有就是办绿不办蓝 落入这个政治对立的这个状况 刘大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群组化 就检察官通通办同一种类的人吗 陈蕊仁过滤了啦 我就觉得过滤了 而且现在这个案子办到这个样子 其实检方也有人对陈蕊仁是表示不满 认为陈蕊仁当初查国务纪要费的时候 有太多该查的没有查 不过站在我立场 我还是肯定陈蕊仁 因为当时陈蕊仁 我跟他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说他其实是想赌一口气 认为陈蕊仁说 他没有一毛钱放在他这里的口袋 我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一毛钱 放在你这口袋 所以陈蕊仁那时候只要绑绑绑绑绑绑绑说 确定有钱放到陈蕊仁的口袋的时候 他就完成了他自己的训练 他就很高兴了 而且当时在那个氛围之下 那时候陈蕊仁的首长很多人他都认为 陈蕊仁不会起诉陈蕊仁 不会起诉吴淑珍的 但是陈蕊仁还是把他起诉了 我觉得他这一枪开得非常好 那陈蕊仁他认为 他其实他基本观念是个绿的 他也不会言说他就是绿的 所以他记者他跟郭雨昕那些照相 求人得人了 但是 但之如一啊 但是与陈蕊仁在检方这么久的资历 他对特征组的检察官的特性 他应该很了解嘛 现在为什么会都办到这些绿的呢 因为你办陈蕊仁啊 而且这些人都是现任的首长啊 当然是从这边先办嘛 办完之后 我不相信特征组以后不会办李登辉 我不相信 他们会讲李登辉是台湾人的 所以你又办台湾人 又另外一个事 他们现在在说为什么不办三中啊 为什么不办国发院啊 三中国发院 三中就是啊 也在办 第一个 三中我自己也写了很多信给特征组说 也在办 哪边的 都叫你敢还办 我都很坦然嘛 不过这里面有个区别 因为三中也好 或者是国外院 它不是国家的公务财产 所以跟贪污罪也没有关系 那顶多是什么背信 一般的刑法的背信诈气的刑责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谁说难了没有办 那台北县政府不是有个什么 市县长的基要秘书吗 也被办了嘛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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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没办到县长啊 你政绩到哪里办到哪里 我们都支持嘛 我们都支持 那你说没有办到 有啊 以前那个什么基隆市的市长 也是被办过了嘛 都被办过 马英九也办了 马英九也办了嘛 马英九也办了 都没有被收押 你要看那个情节的轻重 有没有符合那收押的条件嘛 以陈水扁如果光一个国务机要会 就收押 偶尔也不太符记 那如果收押马英九 结果判复罪更惨 马英九收押结果后面判复罪 你今天陈水扁只有国务机要会吗 不是嘛 什么外交秘葬 什么这个农潭垢地案 南港棧安馆案 不过陈水扁有点讲对 是陈瑞人弄错了 陈水扁讲对 没有一毛钱进入我口袋啊 跟查出来是进入我儿子的口袋啊 不一样啊 不服气吧 对不对 不过就是这个说法啦 就是说现在在做民进党的定调 包括从今天一路走来 民进党立愿党团 还有几个这个比较重要的政治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等一下蔡英文 可能都是同一个调子 就是司法是半律不半然 就为了当成政治的这个工具 为了明年的选举 为了这个2020年的选举 这一路走来 这是民进党会再起的一个路子吗 真的喔 还你问了一句 还有萧萧中南海的火器 哦 祭品 这个就是说一般啦 比如说还有20%到30% 根据民调啦 就是这一点 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会说 看过去历史 国民党哪有点清晰 他们会觉得说 现在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先市长是国民党的 难道他们每一个都那么干净吗 这个只有蔡英文可以回答 我要回答说 有证据到哪里办哪里 没有证据不要随便误赖人家嘛 这很清楚的事情 那就像我们陈水平 很多人讲啊 难道陈水平只贪这十几亿吗 一定不止啊 可是你账户找不到 对不起 你就不应该认为他这方面有罪嘛 一切以证据 那证据从哪里来 其实说难听一点 也不是我们国内的检察官先查出来 从来 是瑞士的检察官先查出来 那你怪谁啊 对不对 连瑞士都查出来 你自己查不出来 那没有打屁股已经不错了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嘛 所以办中央当然就办例的多一点 但是我必须讲 台湾的地方政治是很黑 而且几乎是黑到在治国 那如果我们人家去查 中调的一定一大堆 而且那中调的 很多都是国民党籍 还有呢 就是虽然叫做无党籍 骨子里头是国民党人 我觉得要好好下手 我百分之百赞成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贪污绝对是重罪 比贪污比什么其他罪 对腐坏一个国家更严重 所以不管你是拿也好 力也好 你大肩小肩都要 但是那个沈大老讲对了 为什么中央部门会都是 看起来都办绿的 那八年都在那里面 当然是办绿都没有办什么人 对吧 所以特征组负责的部分 就大部分到现在为止 他能够办的案子 就是绿的案子 马英九才执政一百多天 对啊 其实也不是说 一定是办你们 是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又利用这个职务去贪污 去侵占那个财物 才会办你嘛 你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两袖清风 你很干净 怎么可能会办你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 就是说 但是我 沈大老刚刚讲 其实真的基层的问题 也非常严重 基层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 所以马英九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他去复选的很多人都出事 也都出事 就是在金钱上也不干净 所以马英九也给他们炒头 所以基本上我也觉得是说 但这个特征组办的是大官嘛 就是特征组嘛 地方的基层呢 现在就是最糟糕的就是 苏志芬跟陈明文 苏志芬跟陈明文 叫民进党白做我来看阿兵的案子 那真的会让他们觉得义愤填膺 陈明文做管顶 说清楚做得很好 他的民调比例 差不多六成比四成 他人都叫做家庭王 他今天是堂堂的一个现场 跟他压起来 是不是跟万年参与有关系 还是有证据那么确凿 他是像是泄露一个底标 有拿回扣吗 我想要靠证据来讲 当然贪污 没有说你五五十万跟五亿 都不叫贪污 只办大了不办小了 就是说你钱多少也叫贪污 只是说你罪行量行的时候会有不同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群组效应 或者是说只办绿不办蓝 这个诉求是民进党 接下来走的这个司法诉求 所以检察官会因此办一些蓝的出来 再给大家看看吗 因为像包含所谓的立委县市长的话 是不在特征组的范围嘛 那特征组是在办那个部会首长 但是呢我听到很多民进党朋友跟我讲 讲到从前国民党 他们举一个例子郭瑶奇 郭瑶奇说 他说你弄了个半天 他茶叶罐头最多美金二十万 那你为什么那么重的罪办他 他说盐万进一百二十万 那你为什么用这么重的罪办 等等那些 他说过去难道 过去八年的时代发生的事 他说过去难道 国民党时代 像刘泰英也好 像李登辉也好 一路这样子下来 像那个什么连战也好 那民进党的不服气 就是说 我们才搞这么小钱 那你国民 从前国民党A个五十年 那我A个八年 结果呢我判得那么重 国民党判那么轻 还有第二个 因为国民党自己落人口时 一个民进党朋友亲口跟我讲 他说那我要向蔡委員求证 他是私底下跟我讲 他跟我讲了一句 他说 他说那个时候 马英九为什么要讲特别费 除罪话 然后叫宋耀明 叫金甫冲等人 他们把这个讯息放出来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这个民进党说 如果真是蓝力和解 和解共生的话 这是他们可以接受 结果特别是回过头去 你再去办国务纪要费 那我想是不是国民党本身内部 你传达错误的信息 给了民进党 然后今天你又回过头来说 陈瑞仁办得不帅 那我现在办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一个政治人物 不要去传话也好 去说许诺也好 就是说蔡委员 那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真的不晓得 怎么知道金甫冲的事情 没有没有 我说宋耀明说要 要那个解决历史共业的问题 特别被他倾向不断 宋耀明也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 他是马英九的个人律师 所以他什么意见我不晓得 他也不代表国民党 我知道当时的苏贞商 是有提出所谓的什么历史共业等等 那么好像民进党党团 国民党党团也有谈过这个事情 可是没有结论 因为没有人敢碰 这谁敢碰 对不对 吃饭在摁腰 那是你们首长特别会啊 我们立法委帮你擦屁股 都被骂得臭头 想不给他摸 不要碰 不过那个问题的症结 都还是回在 藍绿如果要用政治的方式 来解决司法 那也叫做国务基要费 也叫做特别费 不涉及现在我们看到一大堆的 什么购地弊案 什么建设的招标弊案 金甲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 你特别会跟国务基要费这个争论 是真的 我从于李秀琳副总统的讲法 这个真的是 但是有时候讲也讲不清 你说有没有犯法 有犯法 犯法的动机 犯法的动机 就不知道怎么来 你知道吗 大家都这样做 没有犯意 应该犯意很难讲清楚 可是你不能告诉我说 南港展览馆案 也是这种情形 或者是 这个龙潭构地案 机密外交案 六个数个这样子 你还说不过 拜託民政党 你也拿着良心 如果政治人会贪污的时候 一方面有喊台独来保护他的贪污 那个对台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你们敢听不懂 民进党他现在怪的是说 他们认为国务基要会等同特别会 那你特别会的时候除对话 连国务基要会都不应该查嘛 因为机器人不查国务基要会 就不会因为查国务基要会 查到其他的案 后面一堆案 所以我跟你说 他们的关键是这样 他们的关键是这样 不是 今天陈水扁这些都和杠上开挖 不是随便去拿个案子去批评他的 是之内有找到钱 那我们为什么找到钱 是两个单位 一个是瑞士的检查官 那也是艾格蒙联盟嘛 那你怎么办呢 连国际上都说你们钱有问题了 我们再不办 那我们每次都要乘去 那我们就吐槽 对不 那别人说 你台湾从艾格蒙联盟出名 出名 出名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你们总统有非法的钱 你们竟然不查 不然还没看 所以这事情是完全的区隔成两大块 要从国务基要费 特别费 如果这一次的特政组办陈水扁 只有办国务基要费 那可能真的是大家对立了 为什么以前的这个特别费 是这样办 这个国务基要费 可是现在是衍生出很多很多 其他的这个必案 这些必案该不该查 这些必案该查 那这些必案确实是不是有钱 流到扁家去 这是特政组要去证明 而且这个是让陈水扁认罪的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证据 是这个部分 不是只有国务基要费的那个部分 我们先接一下观众口音 接着数据 是这样的布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